有警示,有故事,这里是北方警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志 几年前的三月份,湖南省长沙警方抓获了一个特殊的爬手 79岁的陈振杰 匪夷所思的是,这并不是他第一次被公安机关控制 你可能无法想象,这名79岁的老人的爬窃经历已经有60年了 可以说,爬窃贯穿了他的一生 那么陈振杰的经历会给人怎样的警示呢 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婆子街派的所民警张鹏的眼睛紧紧地盯着电脑屏幕 画面中,一名白衣女子正在排队 在她的身后紧跟着一个老人 正在这里排队,然后你看到没有 她拿了一把伞装着眼妇,这个手上 这个手正在装,看到没有 拿了一把伞紧贴着前面这个司法人 探头下,是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太平老街的 天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展示中心 这里每天都有不少人来参观 由于人流量大,这名老人混迹在人群之中并不显眼 旁边有一个宝安,但是由于她年纪确实比较大 所以说当时宝安对她也没有任何怀疑 看头下可以看到,这名老人走在拥挤的人群中 右手拿着一把收起的雨伞 前面的白衣女子往前挪一步 老人便跟着挪一步 上半身几乎与女子紧贴 她要紧贴,然后那个手慢慢地往口袋里面伸 就在女子快要走进检票闸机时 老人一步踏上台阶,用雨伞挡住了女子的右侧衣兜 一同挡住的还有她的手 明镜张鹏的双眼紧盯着老人手中的雨伞 他仍旧有些不太相信这个老人会是一个爬手 但老人下一秒的动作让他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 这个时候他已经到手了,手机 已经到手了 对,对,对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手机已经放到口袋里面去了 老人下手的整个过程不到两分钟 张鹏说,从近十多年他抓到过几百名爬手 但是这名老人最让他觉得不可思议 倒不是对方的手段有多高明 而是对方帽子下没遮住的那圈花白头发 让他印象太深了 年纪比较大,至少是70岁以上 当时我们看到之后还是比较震撼 觉得都这么大年纪呢 怎么会爬去呢 但是我们详细看到视频之后 我们发现确实是爬到了 警方抓住这个老人的过程一点都不费力 3月25号傍晚 在湖南省长沙市的太平老街附近 来来往往的人群中 一个弓着背的白发身影异常显眼 张鹏抓过的爬手大多会抵赖反抗 但这位老人却一句话都没说 点了点头就跟他们走了 张鹏甚至都没用上手铐 带回来之后我们了解到 他是姓陈 叫陈振杰 是长沙郊区的一个居民 然后年纪达到了79岁 将近80岁了 陈振杰身份证出生日期上的1938年 让张鹏觉得异常刺眼 而在口供上签字的时候 陈振杰写的还是繁体字 因为他年纪确实比较大 我们也对他进行了一些交流 然后我们了解到他也有一些自身的原因 因为几十年以前就因为这种爬蟹被判刑 然后出来之后就一直没有结婚 神讯室里让张鹏印象最深刻的 是陈振杰所表现出来的无所谓的态度 警方了解到陈振杰19岁 便离家出走进行爬蟹 直到79岁高龄仍在作案 爬蟹时间之长 让张鹏觉得刷新了记录 我们最后面采取的措施 就是被他监视居住 因为他毕竟这么大年纪了 然后还生患了肺结核等疾病 感谢观看